在国道上居然有人站在旁边打太极拳 会不会太夸张了 难道是国道张三峰吗 这当然是讽刺的说法 现在就有网友直击 这一名机车骑士 清晨他骑到五阳高 而且赤裸上半身 把车子停在路间 接着就到马路正中央 打起了太极拳 清晨六点天才刚亮 高速公路上出现一名老兄 竟然把机车骑了上来 国道警察发现后 紧急出动拦截 离谱的是这位老兄不止骑车 本齿国道还把机车停在路间 脱掉上衣只穿白裤和空腹鞋 两手插着腰站在马路中央 好像在打太极拳 夸张行径被网友po上脸书 看起来的确是在 很像在做一些运动 机车误传上来 那我们立即派遣 线上的同仁 到他的下游处去做篮检 你比如说是杨本市的派 你继续脸啊 我们有出生的兵器 是不是武术比赛 看太多才会在武阳高架打太极 不得而知 警方调查 家住桃园观音的46岁红姓男子 23号清晨6点多 从台66线出发 经过凭证系统上交流道 就停车下来打太极 之后上车继续骑 一直骑到机场系统才被拦截 前后奔驰将近14公里 表示说他是三军总司令 那他是要去追飞机 没有穿衣服 那待会到分队的时候 他就是 呃就是全身就是脱光光 骑上武阳高架打太极的机车骑士 依照罚则可能被处新台币 3000到6000元以下罚还 如果造成事故伤亡 还会被依公共危险罪就办 代价可不小 继续江宋 徐兆伟新北市报道